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PDO对预处理的支持 这一课我们已经来了解PDO扩展出的PDOstatement这个对象 好,下面我们开始 PDOstatement对象代表一条预处理语句以及语句执行后的联合结构级 我们在预处理或者是在整个使用PDO的这个扩展过程中 我们经常要用到PDOstatement的对象 这个对象它具有一些方法 像我们上一课了解到的它的有一个方法叫做BandParameter 对吧,绑定参数 它是绑定一个ph变量到一个预处理语句中的这个参数 当然它也有另外一个参数叫做BandColor 这个Band看了这个方法呢 它是绑定一个ph变量到结果集中的这个输出列 它有绑定参数的方法 当然也有绑定值的这个方法 Band的Value它是绑定一个值到预处理语句中的这个参数 它的第四个方法是叫做关闭游标的这么一个方法 叫做CloseCutter 它可以使语句再次执行 好,我们在之前的一个示例中 我们用到过另外一个方法叫做ColumnCount 这个方法呢 它是返回结果集中的这个列的这个数量 好 另外也还有几个方法 有对这个错误的处理 一个是ErrorCode 对吧 它是返回语句中 一个错误代号 当然如果有错误代号的时候 它才有值 对吧 还有一个 这个方法 Info 来,我们打上过号 表示它是一个方法 我们都给它打上过号 ErrorInfo就是返回错误信息了 当然 那肯定要它发生错误的时候 它才能返回错误信息 如果这个围空的话 它肯定是没有的 是吧 然后更重要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 上一课中 我们看到的这个Excue 执行掉预处理语 对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Fetch Fetch的话 它是从结构机中取出一行 我们有个FetchAll 这个方法 它是从结构机中取出一个包含了所有行的这个数组 再有一个是FetchColor 它会返回结构机中某一列中的这个数据 它还有几个设置属性的这个方法 一个是SETumes 一个是设置一个Pedoster 那它是设置一个PedioStatement的这个属性 然后还有一个SET aerial 的FetchMode 这两个方法我们之前都见过 对吧 SET self-timme的设置属性 SET PuTestMode 就是为pdo statement设定获取数据的这个方式 还有一个我们也常用的就是说road count 就是结果体里面的这个函数 这是它的这个对象的一些常用的方法 当然还有一些方 这个对象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我们这里只是列出了一些常用的方法 那我们也大概了解了这个对象具有哪些方法 对吧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综合重头pdo statement对象的这个方法的这么一个实例 好来我们来看代码 我们从第一行开始 前面十行我们是列解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对吧 然后从第十二行开始 我们有一个预述的语句 就是往我们这个student表里面插入数据 它的参数是冒号nein冒号age对吧 然后你看这个prepare它返回的就个这个statement这个对象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pdo statement对象的这个bind parameter parameter这个方法吧 就绑定参数 把这个变量绑定到这个参数上面 然后在第十九行我们执行这个预述的语句 你看就是这个对象的execute方法 如果这个执行失败的话 它会反过错误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对象的error code 以及它的error info 我们就能获取它的错误代码以及错误信息 这就是一个pdo statement它的众多方法的一个综合使用的这么一个实例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方法 看我们从第二十二十八行开始 它是一个获取数据的这么一个实例 二十八行它也是一个预述的语句 从数据库这个表里面查找这个name等于这个站位幅的这么一个结果集 对吧 然后它返回这个pdo statement对象 然后通过它的execute方法执行 转进去的参数是这个name 也就是这个张三 然后再通过它的这个fetch方法 获取数据 获取一条 这是从结果集里面获取一条数据 对吧 然后它一直循环 就能把所有匹配的都能获取出来 好 这是它的一个获取一条的这个demo 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三十五行开始 这里它是没有预处理了 对吧 它直接执行一条色谷语句 从student表里面找出来所有的字段 也不大外的条件 那就所有数据都要查询出来 然后它通过这个 列阶的这个cure方法返回这个statement对象 然后通过statement对象的这个column count 我们能知道结构集里面它的列数 然后我们再通过setfetchmode这个方法 设施获取数据的这个方式 你看我们只用那个索引关联 对吧 数字关联的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再通过外语循环 从结构型里面一条一条获取数据 好 我们总共 这三个事例里面 一个是插入数据 然后第二个是单条获取数据 第三个 设定了它的获取数据的方式 我们 获取了这个 结果集中的这个列数 对吧 来我们来执行 首先 success表明第一个demo 插入数据成功 对吧 好 这个数据 是我们 第二个那个fetch fetch这个方法 查找内微相差的 它执行的 因为这里我们没有设置这个 获取数据的方式 所以它数字的索引 跟字段的索引都出来了 然后第三个 它的列数 三列 好 这里打印出来的数据 也是后面的我们 我们设置了这个 用字段索引 这个数据获取方式 来执行的这个展现结果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实例 我们这个就找到这里了 继续